小丸子 每一刻数秒都有一个成长时期 要不要去观看也是看自己的奴隶 每一场风雨是大自然变化的呼吸 就这么放弃会没有结果的欢喜 大风吹不走 我雨在希望不会被惊喜 小丸子在哪里 快乐就在哪里 小丸子为了什么脑情绪 小丸子的幻想世界飞往哪里进 小丸子有时也会装到长屁 小丸子偶尔飞回 也想细细 自己的床 小丸子 我回来了 姐姐她回来了 妈妈 等一下会有同学来找我 是吗 我们会在房间里做功课 吃完了下午茶以后不要打扰我们 妈妈 行 我不打扰你们就是了 拜托啦 有没有搞错 小蓝子 干什么 一回来就这么凶对人 你自己看一下 弄着这个样子 我能不生气吗 你看你 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 你赶快给我收拾赶紧 我不收拾 把东西随便放才方便 我喜欢这样 你这个小蓝子 谁看不顺眼 谁自己收拾去吧 等一下 同学要来找我 我要在房间里招待客人的 你赶快把它收拾干净 这个小丸子把什么都拿出来玩 像个老太婆一样烦 都是你拿出来玩的 又不收拾好 姐姐 你不要乱动我的拼图 我还没有完成的 如果你要真爱惜他们的话 就应该把他们收拾好 气死人了 拼图就是撒在地上的 我要一块块找 你那么丢三辣子 没有人会喜欢你的 赶快把它收拾干净 真让你气死了 小丸子 小丸子 你在干什么 有时间就挖挖鼻孔 妈妈 你赶快来管管小丸子 妈妈 小丸子 你是不是又把房子弄到乱七八糟了 快点去收拾好 我就快没气了 这个房间不是你一个人用的 赶快把它给我收拾干净 干什么 那么神气 自以为是不可一世 你再敢说一遍 我就打你 我好害怕 你叫了一定是个恶婆来的 我恨死你了 你赶快给我出去 今天之内不许你进这间房 刚才还说是在房间里面做功课 其实是躲在里面玩 小丸子 你千万不要打扰你姐姐 知不知道 我根本就没有干什么 小丸子 你们好吗 小丸子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今天不许你进房间 我没有进你的房间 我没有进你的房间 妈妈 小丸子来打扰我们了 你管管他 小丸子 好吧 不就是叫我走吗 那我就走吧 不用这样 这都要给人吗 我真是够命苦的 提起精神来奋斗到底 这样才对 真是傻瓜 讲的没错 我现在去哪里 干脆去找小玉玩 这么快就到冬天了 小丸子无家可归 还不赶快去玩 等什么 你呢 嗨小玉 在家吗 下野进来吧 是这样的 因为我姐姐今天有同学来家里玩 所以就把我给赶出来了 那么惨呢 刚好啊 昨天开始啊 我终于有自己的床了 自己的床 哇 好厉害啊 带我去看一下吧 好啊 我想有自己的床好久了 就是这张 哇 好漂亮啊 哇 好得不得了了 好像一张光土的床一样啊 真的好漂亮的 这张床我好喜欢 还有啊 房间里的窗帘全都换了 哇 好漂亮啊 小玉 啊 我好羡慕你啊 可以有自己的一间房 我也想像你一样啊 你也想啊 你爸爸妈妈这么疼你 长大了 你一定要好好孝顺他们呢 哎 我也要跟我爸爸妈妈说 你要一间自己的房间 嗯 一定要试一下 我回来了 小丸子回来了 要吃饭了 快洗手吧 我知道了 妈妈 妈妈 嗯 等一下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哦 妈妈的反应是 这个女儿不知又有什么无理的要求了 给我一条毛巾 爸爸 妈妈 干什么呀 你又想买什么了 我好像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妈妈 死了这条心吧你 爸爸 我和姐姐挤在一个房子里复习不了 没有 对我的将来会有影响的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对呢 姐姐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算了一人让一步 我只要一张床就不要一个房间了 你以为有谈判的余地吗小丸子 家里根本就没有地方给你放床 就算有 平时你睡觉乱动 肯定会掉到地上摔伤的 是啊 总之啊 一切照旧不能改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总是有些东西可以改 有些就不能改 有人一事好运 有人到处混兵子 这种无奈的感觉让小丸子觉得自己很渺小 其实我很怕你的 也想自己有一间房间 现在这样也只好忍一下 你有本事可以不忍 怪不得别人不喜欢你 改一下你的脾气 你别生气 你以为自己很乖吗 你这算什么 我是你的姐姐 气死我了 姐姐很讨厌 你敢骂我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个儿小脾气又坏 我喜欢啊 我不跟你玩了 当然 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 就说我吧 我对少数民族很有兴趣 所以就把自己的房间布置的 骂你了 这是什么意思呀 花园同学 是不是像卡拉OK一样啊 我的天哪 你们连这个也不知道啊 意思就是 一国风情啊 一国风情 看吧 这就是我的床宝贝 小丸子 你看一下 我的床好像奥拉丁 有张这样的床肯定会发好梦的 漂亮吧 宝贝 我想有一张这样的床就可以当印度公主了 小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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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园同学家里很有钱的 你不要发白日梦了 我也有床 还是用衣柜做的 不知道多有趣 真的啊 猪太郎好有创意 是啊 用衣柜做床果然是好主意 这个时候 小丸子竟然觉得猪太郎的傻瓜主意很适合自己 休息一下 看看他怎么办 我回来了 小丸子 回来了做功课 是 小丸子这个是的 其实是没有任何意思 小丸子 小丸子 衣柜 衣柜 平时都是我不收拾才会弄成这个样子的 放了这么多东西这怎么做床呢 有了 哪还有一个衣柜 爷爷 奶奶 为什么他们都不见了 算了 哦 果然没有放东西啊 只要放上被子 再加上台灯就可以了 努力啊 累死人了 把台灯也拿去 梦想就快要实现了 梦想就快要实现了 做好了 好像一座城堡一样 好了 再把柜门关上 太美妙了 是不是我的耳朵有问题啊 怎么样啊 这里的气氛不错吧 难道我做了公主 还是幻想之国的人民呢 再把被子披在身上 就好像是一个来自印度的贵族小姐了 啊 现在这间房子真是exotting啊 小丸子根本就不会分印度和阿拉伯 小丸子 小丸子 远方的沙漠传来了叫我的声音 不过一定是幻觉 小丸子 小丸子 快吃饭了 你去哪儿了 喂 小丸子 你去哪儿了 怎么会有头电线在外面呢 这里面会是什么呢 奶奶放了些什么东西在里边呢 怎么会把你给吓得摔倒了 爷爷真是没有用啊 是我啊 小丸子 为什么你藏在衣柜里面搞什么呢 我还以为 以为爷爷会扮演路过沙漠的商人呢 别玩了 快下来 我的印度贵族女孩的美梦破灭了 你藏在衣柜里玩什么呢 是这样的 我很想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 原来是这样 想要一张自己的床 行了 这件事就给爷爷帮你去安排 真的 爷爷 我要一张床 绝对没问题 小丸子 我不要医院的铁床 我要那种exciting的 是有洋味的那种是吗 现在是新闻报道 今天下午 第102号公路发生了一宗很严重的交通意外 造成一丝无伤 我的床 不知道爷爷会怎么安排我的床呢 这个时候 小丸子心里想的是那张床 爷爷 我们的床很漂亮 爷爷 爷爷 你没有忘记吧 小丸子 小丸子 什么事啊 还问什么事啊 爷爷 难道你忘记那件事了 我想起来是什么事了 好 有洋味那种事吗 来 我们现在动手 小丸子 爸床放在这儿好不好啊 嗯 这里比较宽敞 但是 我们上哪里去找一张床呢 用一些空的旧纸箱 再加一些旧杂质不就行了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爷爷 小丸子终于有自己的床了 爷爷 喂 小丸子 小丸子 你到底在搞什么呀 等一下 你们就知道了 是的 爷爷 要一些空的大纸箱 他们爷爷孙俩在干什么呢 是啊 他们俩到底在干什么 小丸子 将这些箱放在你那边 好吧 好 嗯 爷爷啊 这边要多放些旧杂质才行啊 好主意 让我去拿一些旧杂质来 好 真是少见啊 你看 小丸子现在主动收拾东西了 怎么会突然之间变了 怎么会突然之间变了 爷爷啊 有好多旧杂质啊 不好 放在那边 没错 四边一样高了 好啦 我的卡手是好喽 妈妈 小丸子和爷爷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呀 你快点去制止他们 哎呀 他们俩是最佳搭档 有谁能阻止他们呢 小丸子 拿多两个垫子过来 好的 小丸子 你拿那些垫子干什么 大功告成 这张床软绵绵的真舒服 你喜欢就行了 爷爷 真的谢谢你了 再加上好像华人同学的棚就差不多搞好了 小丸子 你在搞什么鬼还不睡 我这张床是不是很有异国风情 游着他吧 很快他就玩宴了 老师这么游着他 我怕他太任性了 长大会变坏的 放心吧 孩子他妈 他不会坏到哪去的 真的好开心啊 真的好开心啊 终于追求到了自己的理想生活 这就是印度风情 你知不知道印度是怎么样的啊 小丸子 你玩你的我不管你 可你为什么要把床放在这里 我知道姐姐 你肯定是看我不顺眼了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床了 我才没有看你不顺眼呢 只不过是你妨碍了我去洗手间 既然是这样 在厕所门口摆一张床是怪了点 不过也就算了 多谢阿拉真神 各位晚安 我原来不是印度 而是印度教 停泳 不过也有你在哪里 你早就死了 我回来 这下马来一下 就回来 我回来 我回来 那下马来 小丸子 我好像听到惨叫声 小丸子 小丸子的心床随着她的噩梦散架了 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个个烂纸箱和一地的旧杂志 像一个废墟 哦 我的珍珠啊 天之烂满一颗小樱桃 用它各般快乐从不缺少 提出所有问题都让人发笑 看见所有事情都感知奇妙 没想算数 能把我吓跑 想学时间 我不爱胡闹 我是最可爱的宝宝 爸妈为我骄傲 比哩巴啦 比哩巴啦 天天会长大 比哩巴啦 比哩巴啦 不是小傻瓜 比哩巴啦 比哩巴啦 要比哩巴 比哩巴 越来越听话 比哩巴 比 抱着上万次不放 听起来满一颗小樱桃 有它作伴快乐总不缺少 提出所有问题都让人发笑 看见所有事情都感觉奇妙 没想算数 能把我吓跑 上学是一天 我不爱胡闹 我是最可爱的宝宝 爸妈为我高 比巴比巴 天天会长大